其实挺温暖的画面 就是老了以后 有一个人扶着你一起散散步 然后看看夕阳 然后可能那句话很俗气嘛 年轻的时候都是女主内 男主外 我们看到很多叔叔是家里的顶梁柱 大家都老了的时候 你会发现往往都是奶奶们的身体会好一些 反倒是叔叔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按理说男人应该很强壮 应该是一直都要比女性强壮 但是为什么到了晚年 我发现很多男性承受着很多的压力 还有身体健康上的一些负担 在美国他们对于战后的老兵 他们做了一个生存率的调查 他们把它分成了三组 第一组就是那种那条蓝色的曲线 它是这种东西不缺乏的 第二组是轻度缺乏的 第三组是严重缺乏的 第一组就是不缺乏这种东西的男性 到第六年的时候 有82%还正常的在生存 第二组只有76% 第三组只有54% 也就是说随着这种东西的降低 它的生存率是越来越低的 就发现这个东西对一个男人的寿命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会影响到寿命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病例 一个真实的病例 刘老伯今年52岁 老伴去世后 独自一人生活 可就在两年前 老刘开始失眠 多汗 心情烦躁 生活受到极大的困扰 后去医院做了包括心脏 血压等一系列的检测 但还是查不出病因 到底老刘得了什么病呢 刚才这个病例已经很严重了 那么它基本上导致这个患者 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 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 这种神秘的物质 导致了这个患者 出现了这种病症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它会越来越少 再有第二点 它的减少会造成很多健康隐患 会直接关乎到男性的寿命 那么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有人想猜一猜是什么吗 男女老少都有的 这位观众想回答一下 是雄敬激素吗 今天我们就要挂一个专家号了 中国性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江辉教授 来给我们揭晓这个神秘的东西 刚才我们都要想答了 这个神秘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观众斩钉截铁地说 雄敬激素 这一堆的东西呢 就叫雄敬素 今天我也带来了 带来了 对 雄敬素呢 对我们男性的身体非常重要 王正刚把他喝了 喝了可以吸收吗 这个喝了不管用 这个是肌肉注射的 这个是常识问题好吧 那么这个雄敬素呢 非常重要 在我们上个世纪有一群人 是吧 说话尖声尖细的 是吧 不男不女的 我们亲切叫他太监 龙龙是吧 为什么 因为他们搞完被切了 雄敬素就没了 所以他会产生一些 那样的症状 像刚才那个片子里讲的 影响寿命啊 心脑血管疾病啊 糖尿病啊 骨质疏松啊 对 你看你都背着 怪不得太监寿命都那么短 对 这个缺乏一块 而且平均也就二三十岁 因为男人没有雄敬素 不能叫男人 那江教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刚才这个病例 是您自己的一个病例 不爱吃 不爱喝 不爱动 给他一检查以后 发现他就是一个 雄敬素缺乏 造成了这些系列症状 那他雄敬素缺乏 到一个什么样的 正常人雄敬素 要11.5M2每升 他可能是6.4 缺了很多 就是缺了将近一半 对 缺了将近一半 所以雄敬素缺乏 在隐藏当中很普遍 也很多现象 就是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走下坡路 跟女性的雌敬素差不多吧 对 女的雌敬素呢 它有一个卵巢的必经 所以它一下能表现出来 而男性随着40岁以后 它的雄敬素每年是在下降 40岁以后开始下降 对 下降1%到2% 雄敬素高了 它也会错疮 皮脂线不好 可以脱发 就体外来讲 如果一个人雄敬素缺乏了 它会伴随一个症状 就是它的肚子会变大 那个是雄敬素缺乏的表现吗 我以为是啤酒喝多了 95的腰围 算合格腰围 那么高于95了 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这是指的男性 就胖一点了 对 国外对腰围也做过研究 他把腰围的人分三组 一组是102以上雷米的腰围 一组是95到102的 一组是95以下的 腰围最高的一组人 雄敬素最低 而且还低于正常值了 95以下的 它的雄敬素最高 腰围越粗 它出现的雄敬素缺乏的 几率越大 所以要再量一次 好不好 男医生 请两位观众上来 哪里两位 好 这还好吧 我们看一看 我们猜一猜 看看他的腰围有多少 前面到肚脐 后面到他的腰 腰这就行了 好 他肯定超过100了吧 超过109 叔叔您的年纪是 62 62岁 109 来 这位肯定不超 他可能90左右 不会 还没有那么多 不会 92 82 叔叔您的年纪是 63 63 那么除了腰围 是我们一下能看出来的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 刚才说的很多的亮表 问了这位老先生的年龄 也看了他的腰围 我们就让他来测测亮表 我估计您问题不大 您可以安心地去坐着听了 好吗 好的 谢谢 这是一个 准备缺乏的一个自测亮表 总共有10个问题 我们可以让这位朋友 能看一下 他如果哪个问题 适合否 他有这个踢板 可以贴一下 比如第一个 是否有幸于减退 对 我们勇敢点 凡是疾病知识 是吧 第二 是否有体能下降 也是 是吧 有 第三 是否有体力和耐力下降 这也是 是吧 身高是否有降低 也降低一点 也降低一点 大约降低多少 我原先是一 七三 现在是70或者71的 那还是降低点 就是否有生活乐器的降低 对什么东西没有兴趣 不明显 那就是否 看第六个 是否有忧伤 或脾气不好 老发脾气 老烦呢 也没有 那不错 那么还有 是否勃起 不太好 不坚硬等等 这个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 不好意思 我估计也有点 第八个呢 是体育运动能力 最近是否有下降 是 跑不动了 是吧 第九个 餐后是否还打瞌睡啊 感到疲惫不堪啊 有些老人看着电视就睡了 你把电视一关 他说别关我还看着呢 是吧 对于我来讲也不是 不多啊 那行 没有 然后还有 最近的工作表现 是否不佳 因为退休了嘛 是吧 好 谢谢 谢谢 这两个总共有十个问题 如果第一个问题 或者第七个问题 任何一个问题回答是 就是他有雄精度缺乏的可能了 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没有 八个问题当中 任何三个问题出现了是 那他就可以说 他有雄精度缺乏的一些表象 除了第一个问题 有四个回答是 那他就是可以说 他有雄精度缺乏的一些症状了 掌声感谢这位师叔 谢谢 江医生 这个可能年龄的增大 是雄精度下降的 一个主要的高位因素 那么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还也没有其他的因素呢 在我们现在社会当中 这么快的节奏 这么多的压力下 特别有三类中年人 我们特别要注意 一类就是管理者 领导 第二类呢 就是一些白领 第三类就是一些成功的 一些商人啊等等 因为这些人共同的特点 工作没有节律 老加班加点 他的压力过大 会造成搞完功能的点退 一直搞完功能 那么把疾病消灭在萌芽当中 把我们的健康的不良因素 消灭在最底层 那么雄性激素缺乏 到底会给我们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江教授呢 结合一个道具 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在这个人体模型的后面呢 有几个小抽板都代表着 雄性激素对人体的一个影响 我们首先让王晨刚来抽第一个 第一条呢 就是身体机能的下降 第一个呢 就是对精神和情绪影响 情绪不好 脾气气躁 易怒 爱和老伴吵架 那不就是女生更年纪 会有的反应吗 一样 大家就觉得不理解 这是老头平常挺好的 这个人挺好的 怎么老训人 是吧 有的单位 领导也是有雄女素缺乏 他也是老训手下 哦 有点是这样 哦 第二个呢 就是影响我们的心血管的症状 包括一些心肌呀 心慌啊 心跳减缓呀等等 有点像心脏神经关能症的 对 所以病人查了半天 实际就是雄女素缺乏造成的 对机体的第三个方面影响呢 体力下降 没劲 精神不集中 就老了 大家会喜欢说我老了 对 精神不集中 体力不好了 没有劲了 爱出话了等等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对性欲的影响 性能力不好了 性生活不好等等 整体来说 它会造成人的机体的一个能力的下降 四个方面 对 实际呢 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大约40岁以上的人 大约会有39%的人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雄女素下降 那么高啊 对 所以说我们经常闷诊有些病人来了 说没有想法了 精神不好了 体力不好了 都有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你谈到了一个叫注意力不集中 对 注意力不集中呢 我有个病人 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他是一个博士生导师 他说我的唯一的症状 就是我看书看不进去 几行字 我怎么看也不理解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 你比如坐下听个讲座 听个什么东西 很快就六号了 这个在我初中的时候 天天都是这样的 高中也是 把那个拿出来给他喝了 把那个给他喝了 拿去喝掉了 所以我们说 40岁以后才下降嘛 肯定有的人会早出现哦 又欺负人家 那么刚才说的这些身体机能的低下呢 我们要医学上教它 老年持发性性腺功能低下 或者就是俗称的男性更年期 对对对 那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 糖尿病 糖尿病 这一点我特别想不通 糖尿病你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啊 糖尿病不是跟肾吗 都跟胰岛素代谢有关系 对啊 胰岛素是我们身体糖代谢最关键的一个基础 恰恰这个胰岛素受雄极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欧洲和美国的糖尿病的诊疗指南里边 雄极素的补充是它在指南里面却写的 就是雄极素缺乏以后 我们体内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 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发挥作用就能力就下降了 那么就间接的造成了对胰岛素的抵抗 它的体内糖高了 那么就自然而然慢慢慢慢就变成糖尿病了 如果是已经得了糖尿病的老年人 雄极素的缺乏的话 会使这个糖尿病是血上加霜 对 国外治疗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试验 把两组糖尿病同时伴有雄极素缺乏的病人 一组只给它让它少吃饭 多运动 看看血糖降得怎么样 生活方式干预 对 另一组除了这个生活方式干预以外 还给它补充雄极素 到半年以后 就是补充雄极素这一组的下降的幅度明显要高于 只是干预了它的生活状态 没有给它补充雄极素 是血糖的下降完全不一样 血糖的下降完全不一样 是 那我觉得应该不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 都需要去做这个雄极素的检查 因为糖尿病有很多种原因 像肥胖 家族渔船 这些都是一些已经很明确的 这些糖尿病的诱发因素 您问他非常专业 糖尿病的病人大约有50%的人 雄极素不缺乏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关注过这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听说是吧 第一次听说 所以不是个合格的那科 不是个合格的神血管医生 所以陈刚咱们作为心血管医生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回去再多多学习 看看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病人 怎么样能够从雄极素的治疗里面获益 特别说您也40岁以上了 我也有必要查一下 对啊 好好 上有老下有小是吧 好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个雄极素缺乏 对这个人体的第三个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江教授超贴心的 是来给医生孟之顿出卷子的 对对对对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呢实际是老年男女都一样 我们的骨头看着挺坚硬 实际骨头每天都在找新的骨头 对 那么旧的东西被排泄掉 我们的骨骼里面呢 存在有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一个拆一个键 最终形成我们骨骼的一个平衡 对 成骨细胞顾名思义 就是天天造新骨头的盖房子 一类叫破骨细胞是每天破坏的 把那些死掉的没用的骨头给破坏掉 这样呢我们人体呢 每天大约是一个平衡状态 而我们的雄金素呢 它是对这个成骨细胞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它会催这个成骨细胞好好工作 我给你添劲给你加油 当我们雄金素缺了 它的成骨细胞的作用降低了 而破骨细胞还在工作 这样的平衡打破了 那么就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了 所以这个动画说的很形象 是的 就是在老年人当中 矿关节就骨骨头骨折很多 大约三分之二是出现在老年男性 骨质疏松我们还是应该很重视 有人做过研究 就是前列腺癌的患者 有些人晚期了不能做手术 只能把睾丸切了 切了睾丸以后 他把前列腺癌抑制住了 同时他雄金素也绝了 那么还有一些人就不用切睾丸 他就做手术 有人比较这两类自然人群 发现睾丸切的人这组当中 因为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 发生率是内组人群的两倍 明显增高 所以骨质疏松对于老年人来讲 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有研究表明了 老年男性每增加五岁 其得骨折的危险会增加一倍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了 这个骨折导致的老年人男性的死亡 占到第六大因素 像江教授刚才所说的 髋关节的这个骨折就更危险了 髋关节骨折一年之后的死亡率 可以达到20% 所以男性患者呢 如果发现你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除了要补充钙以外 还要注意你的雄性激素 非常重要 雄性激素是体内重要的激素 对男性而言尤为重要 人体缺乏雄性激素 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身体机能下降 甚至引发糖尿病和骨质疏松 除此之外 缺乏雄激素 还有一个更加普遍和严重的后果 影响我们的生活幸福 雄激素对男性缺了以后 大家最敏感 最直觉 最应该早发现的 是影响我们男性的性功能 影响我们的夫妻生活 只不过大家不太好意思 不爱说不爱问 所以把这个事情就回避了 就诊率很低 至少率更低 对 但是影响非常大 是的 这应该是最直接的影响 对 经常这样的病人来看病 他先不说你有这个问题 先说我前连线不好 再说我排尿不好 绕来绕去你出糊涂了 明白他是要看这个方面 所以这个是发生率挺高的 在我们国家做过调查 在几个大城市做过调查 大约在成年以后 大约20%多的人会有心股能障碍 在40岁以后大约40%多会有男性股能障碍 接近一半吗 将近接近一半 这么高 在我们国家是这样 在其他的国家 在欧美国家发达国家也这样 在美国做了一个 94年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流行密学调查 发现40岁以上的男性在美国 大约52%有男性股能障碍 所以我们出于讲课 40岁以上男性排队 隔一个点一个没有错 冤枉不了 所以我们以前都把性股能障碍叫养尾 现在国际通用的叫男性勃起股能障碍 异地 这个病实际大家不要害羞 现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中老年 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 如果胸肌度缺乏以后 最先出现的表现是这个 所以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男人的一个很好的礼物 还是礼物呢 对 因为很多的问题先从它的性能力不好引出来的 因为它都是血管 那么如果阴静不好了 那么身体的其他血管可能也有问题了 就是一个窗口效应 小血管出了问题 可以从这里窥抱一般 直到大血管可能也会有风险 如果出现的异地 那么大约它是出现全身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30% 对 就好像一棵消息树 消息树一倒 发生它 鬼子来了 对 非常形象 有些心血管大夫老说 你这个异地不是你们的病 是我们的病 你这是下边的毛病 应该我们上面治 治心脏 治心血管 是吧 它叫下边上治很形象 阴静也是个血管 比如身体的大血管 你看是这样 心脏的血管是这样 那么阴静里边的血管很细 那么如果全身飘的东西 出现问题 首先出现问题 出现哪 肯定出现小血管 这河流如果有问题 肯定小河流先有问题 那么当小血管出现动脉硬化 堵塞以后 那么你大血管还没有太大的毛病 你看不出来 心脏血管也没有毛病 你也看不出来 但这时候它表现出来了 波及不好啦 不接硬啦 就是说如果它堵了50% 大血管大约堵20% 所以你看它预测指标多好 它是个信号 对所以如果这2%有问题的时候 你这时候进行核道梳理啊 清瘀啊 那效果多好啊 早发现早治疗 对有这样一组数据 就是如果一地出现了 大约53.4个月以后 会出现冠心病 53.4个月 4年多的时间 这么说的确是个礼物 起到预防的作用 是的 刚才江教授拿的这三个不同内径的血管呢 实际上代表着我们人体的三种类型的动脉 最细的也就是我们银颈上面的动脉 实际上属于小动脉的范畴 对 那么中间的这根血管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范畴 我们叫它中等动脉 最粗的这根血管呢 实际上跟我们的主动脉是相关系的 这三类动脉 它们之间并不是互相隔离开的 从小的动脉可能会反映出大动脉的问题 那么这个礼物大家怎么理解 它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方面的问题 发现你身体可能存在的中等动脉 和大的冠状动脉的风险 能够早期干预早期治疗 在所有有异地的病人当中 它66%的人 或者有高血压 或者有心脏病 或者有糖尿病 或者有抑郁症 或者高血脂等等 有一种以上 大约有66% 特别是对于老年 中老年的夫妻俩 如果有很好的性生活 对他们的健康 对他们的长寿都有好处 台湾做一个调查 有性生活和没有性生活的夫妇 观察了14年 对比组吗 对比一下 等到第14年的时候 对男人来说 如果他有性生活 他的存活率大约是65% 没有性生活的男的存活只有40% 而女的那一组 保持人好的性生活的话 存活的大约75% 而没有性生活的这一组 女的老伴 存活的也就50%多一点 就是生活幸不幸福 也是直接决定了你的寿命长短 所以追根溯源 这个雄性激素 不但会影响男性的寿命 也可以影响女性的寿命 我们感谢一下 今天江医生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有意义的知识 谢谢您 谢谢 对 刚才我们听到了 江教授讲了很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 雄性激素 跟雌性激素是一样的 都会下降 那除此之外 生活当中 还有哪些因素 有可能会加速 这个雄性激素的下降呢 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 就有很多神秘的东西 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雄性激素的水 神秘的东西 有多神秘 这样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 有一个神秘的东西 会影响到男性雄性激素 来 月月 你揭开第一个 看一看 水杯吗 喝水会影响雄性激素吗 水 当然多喝水 是对我们健康是有利的 我们说的是这个杯子 杯子怎么了 塑料 塑料 它含有一种 类似雌激素的东西 我们叫它环境雌激素 进入到体内 就可以影响到 我们雄性激素的作用 会抑制我们雄激素的产生 因此会降低 我们雄激素的水平 所以这种环境雌激素 是我们现在男性健康的 新的一个杀手 除了这个杯子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塑料制品 都含有这种叫做 零本二甲酸盐的类似雌激素的物质 比如说玉莲 比如说脱鞋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 都含有这种类似雌激素的作用 这些物质一旦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之后 它就会产生类似雌激素的作用 来对抗我们雄性激素的产生 还有一些孕妇 如果长期接触了这种零本二甲酸盐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导致 它在胎儿当中 雄激素的产生会受到抑制 别人的小男孩都特别愿意什么呢 去玩什么那个 机器人啊 车啊 对对对 就是男孩子喜欢做的游戏 而如果说身体里面零本二甲酸盐 比较高的这种男孩子 他就很少参与这种男孩子的游戏 这就说明这些零本二甲酸盐 确实会干扰我们体内雄激素的产生 就会让小男孩有小女孩一样的喜好 对 另外一个呢 这种零本二甲酸盐 一旦摄入体内就会影响到 人的大脑发育 以及生殖功能 所以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塑料水杯 还有很多的东西 都含有类似的物质 都有我们请小护士戴上来 来 你看拿上来很多的塑料 塑料制品 我看到这个手套就忍不住想戴起来 然后我就想大喊一声 我的大棒骨嘞 来我们看一看 像这些东西 保鲜膜 还有这个塑料饭盆 它的原材料当中都含有这些东西 实际上这些塑料当中 它也是分等级的 我们要看一看 这种塑料的级别 是不是能够达到 实用包装塑料的一个级别 从哪看呢 我们每一个塑料包装上 都有一个数字 它的平底有一个三角 三角里面有一个数字 我们在超市中 对最常使用的塑料制品进行调查 首先 我们在饭盒的货架上 选取了一个普通塑料饭盒 饭盒的三角符号里的数字为5 我们又选取了两种不同的水杯 三角符号里的数字 分别是5和7 在饮料的货架上 我们同样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货品 它们的数值都是1 最后我们来看看吸管的数字又是多少呢 这些三角形中包含的数字 代表的是它们不同的用途和耐高温的程度 如果这个数字是低于5以下的这样一个数字的话 那么这种塑料是不能用来加热食品的 加热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磷板二甲酸盐释放出来 如果在5以上 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地使用 所以我们看这个矿泉水瓶子 矿泉水瓶子是 在这儿 你能看得行吗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个下面的数字是1 所以说不能用矿泉水去盛热水 会让里面的类似激素释放出来 影响到我们的男性的雄性激素 对 你这个上面标的 我的是7 超过5了 那么你可以安全地喝热水 这种塑料是安全的 你这个放盒 你那个放盒是多少 正好是5 来 我看一下 这个是可以的 这里有一个三角 有一个5 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去看这个三角里面的数字 5以下 故意加热 5以上是可以的 我们在选择塑料制品的时候 也希望家庭主妇参考这个数字 那你看我这拿着一个喝水的杯子 那陈刚你从外形上看 这个喝水的杯子 是不是可以用于盛热水 我看我们很多 周围很多人用这种水杯去泡茶 对啊 底下的这个数字 陈刚你看他底下三角里面的这个数字 是多少 只有1啊 我们来看 只有1 我们建议大家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把您平时喝水用的杯子拿出来 我们来看看底下那个三角里的数字是多少 如果说您一直用一个下面标注的是 1或者2这样一个杯子在喝热水的话 我们就从明天开始换一个杯子 那要这么说的话 我每次去吃什么大棒骨啊之类的 特别特别烫的食物 我用这样的塑料去接触的时候 可能也有风险 对因为这个塑料的手套绝对是不可以加热的 还有这个保鲜膜 我们平时热食物的时候 大家喜欢在这个饭盒上面再加一层保鲜膜 但是你要看这个保鲜膜是不是微波炉专用的 一定要回家呢 把您家的所有的塑料制品 从头到尾检查一遍 可能就是我们平时不注意的 这些小的细节降低了您老公的雄激素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会影响到我们雄激素的水平 来 月月 你把第二个照片揭开 是个温度计 对 没错 这就是温度 温度 那天冷天热对雄激素还有影响是吗 没错的 我们自己的鎬丸呢 对于温度是非常敏感的 鎬丸有一个最合适的温度 也就是35度 这是最适合于鎬丸产生精子和雄激素的温度 而我们人体的体温很相近 37度 对对对 当天冷的时候 胰囊呢 它会自动地收缩 使这个鎬丸呢 贴近身体 来提高它的温度 如果天非常热的时候 这个鎬丸呢 它就会在胰囊的松弛状态下下降 远离身体 从而呢 降低它自身的温度 就是散热嘛 对 散热 所以呢 当我们穿一些非常紧身的 类似于这样 又厚又紧的这种牛仔裤的 就有可能呢 使这个鎬丸紧贴着身体 从而提高了鎬丸的温度 对 当温度高于35度的时候 是不利于雄激素和精子的产生的 不要穿这种特别厚 特别紧 特别崩的这种牛仔裤 就是说它会影响雄激素的一个合成 然后也会影响到一个精子的质量 从穿的角度上讲呢 除了牛仔裤以外呢 比牛仔裤更直接跟我们身体接触的 就应该是内裤了 那陈刚呢 我就想看一看 你是怎么选择内裤的 这是一种啊 花内裤啊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平角的 这个材质 这个是棉的 这个是弹力比较强的 这种非常紧身的 三角的陈刚 你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子 我一般首先是选棉的 这个是棉的 这个是棉的 但是这个太单调了 我还是选一个缤纷一点的 太单调了 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压抑了 所以在忧郁的内心下 要一颗对五彩缤纷世界的项目 除了纯棉的 还有花色上面 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还有宽松一些的 你需要宽松的 首先要选择纯棉的 因为有一些化纤的这些 这个针织品呢 可能会对我们局部的皮肤 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它主要产生一些静电 可能会对精子 它的这个生成和质量 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呢 要选择宽松的 透气 散热 都比较好 再有一点 我觉得你不太好的 就是你的太花了 内心丰富不好吗 调颜色是个问题 是 跟调颜色相关的 就是花内裤呢 会用很多的颜料 对这个皮肤 可能也有一些 不利的影响 选择内裤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推荐那些 宽松的平脚的内裤 唇棉的内裤 颜色不要太花烧的内裤 看来我回去 得换一下我的内裤了 既然阮一声说 温度这么重要 我看很多人 平时去蒸桑拿 然后还有泡 很长时间的这个浴池 那这些方面 会不会有影响呢 对 蒸桑拿呢 肯定是很多男性朋友 特别是那些 劳累了一天呢 他们愿意去 蒸一个桑拿 放松一下 那么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温度 要超过40度 对这个稿丸 可能就会产生 一些不利的影响 不建议过于频繁 比如说一周去一次 应该可以 避免在桑拿房里面呢 过长时间的停留 另外淋浴 去淋热水的淋浴 应该没有什么 不好的影响 那刚才我们知道了 很多的因素呢 会影响到 雄性激素的一个分泌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辅助增加一下 雄性激素 程刚 我看你表情 那么凝重 我们让台上两位大医生 给你出出招吧 我还真不用增加 有什么招说出来 我们看呢 小护士已经给我们 上来了很多的食材 那么这些食物呢 都对我们身体合成 雄性激素呢 有好处 我们先看一下 最右面的那是什么 动物内脏 是肾子 那么另外一个 是一盘鸡蛋 我们说动物内脏和鸡蛋 实际上对我们 合成雄性激素 是有好处的 动物内脏不是有 很多的胆固醇吗 没错 它是一分为二的 因为我们雄性激素 它要合成雄性激素 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就是胆固醇 就是蛋黄里的胆固醇 然后包括动物内脏里的胆固醇 对于合成雄性激素 它有帮助 像以前我们说 这个高血脂的人 两天吃一个鸡蛋黄 从雄激素的角度来说 也是有必要的 像这个嘛 做腰花 腰片 一个礼拜吃一次 应该问题不大 那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海鲜 我看这个是生蚝 海鲜应该是有帮助的 海鲜呢 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鲜 它一百克的生蚝呢 它含鲜量 应该是二十二毫克 那么这个鲜呢 也是我们人体 合成雄性激素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如果一个人缺鲜的话 就有可能影响 它精子的生成 精子的质量 导致少精症啊 不孕不育啊 等这些情况 看这么多的食材 实际上我遍访民间 找到了暗黑料理大师 总结出了一套 最能够提高 雄性激素的食物 就叫做呢 生蚝鸡蛋烙 你笑什么 它能够帮助我们 提高雄性激素 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 好 首先将葱姜切成末 放在旁边 把鸡蛋打到一个容器中搅匀 然后放入适量的葱姜末 盐 鸡精 味精和料酒 为了去除生蚝中的腥味 我们将水加热到70度后 放入生蚝 烫煮15秒 起锅后 把生蚝放入 事先调制好的蛋液中搅匀 把锅擦干后 放入适量的油 然后把蛋液倒入锅中 小火煎制蛋液凝固 三四分钟后 我们这道酥软可口的保健佳肴 就可以出锅了 来 月 月 你不要动哦 干嘛 验钞机 这是干嘛用的 你听说过静脉曲张吗 静脉曲张 照一照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静脉曲张吗 静脉曲张不就是那个 比如说像老师啊 或者是收货员啊 就是像我们也是一样 经常久站的人 就会出现在这个腿上 尤其是皮肤白的人 看得非常清楚 就有那种小血管 怒张的样子 像小蛇一样 大屏幕上的静脉曲张 也并不是最严重的情况 这还不够严重吗 对 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时候 甚至肿胀破溃 可能会危及生病 太可怕了 为什么会出现静脉曲张 仅仅是因为站立吗 下面我们就有请 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 北京合目家医院 血管外科主任 张强主任 欢迎张主任 欢迎张主任 欢迎您做客 我是大医生 刚才下火 他说静脉曲张要人命 然后他说 拿那个照照照照我 说我有静脉曲张 我觉得这个仪器 还要交给老师 老师来帮我照一下 好不好 在过去的话 我们静脉曲张 外表看不到 我们是没办法知道 你是不是 有没有静脉曲张 那我们通过这个设备 来照照看 有没有细小的一些静脉曲张 你看这边静脉指的 对吧 到了这边 稍微有点扭曲 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非常早期的 所以那只脚我来看看 好吧 哇 好粗啊 那这个脚的静脉就很直 所以这只脚要比这只脚好 除了能看到 肉眼看不到的曲张部位 对曲张的初期病变进行诊断 静脉显向移 在手术过程中 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以往手术中 医生只能在手术之前 患者站立的情况下 划出病变的静脉 这样就难免出现遗漏的情况 而一旦遗漏 静脉曲张必然复发 通过静脉显向仪 医生可以在手术过程中 清晰地看到 每一条静脉的情况 不会错过任何一处 静脉曲张 使复发率基本降至为零 张医生 你看看我这个 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静脉曲张 你有静脉曲张 对对对 肯定有静脉曲张 那典型的 那都不用照 我们眼睛都能看到 罗医生 罗医生你到这里 我看一下嘛 他这个已经指出来了 这一部分 就已经是静脉曲张了 所以我常常要穿 对对对 所以罗医生 要继续穿坦力网 对不对 像兰医生这样的静脉曲张 其实它是可以 到了手术的程度了 罗医生都保住 我们会多呵护您的 罗医生拜拜 好 这可能很多人都说了 我也是久战的职业 我就没有静脉曲张 他也久战 为什么他就会有 静脉曲张的问题 他的发生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说静脉曲张 它是人类特有的疾病 因为我们的人类 是一个直立的动物 所以长期的这个直立的时候 它那个静脉的压力 是比较高的 对 那么里面它有一个 特殊的结构 我们叫瓣膜 这个血流只能往上流 往上流它就打开了 这样的 如果我们站起来 雪倒下去的时候 它就关住了 它是单向的 那么一旦你静脉扩张了以后 它这个门就关不紧了 所以它血液会倒流 那是日积月来 它这个倒流会冲击这种静脉壁 慢慢慢慢静脉就产生 那个扭曲扩张 就变出 就变出 就像刚才的照片那样 所以这个小门的这个原理 特别好理解 应该是往上走的 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扩张之后 门关不紧之后 这个血液就往下 重力作用之下 它就会开始冲撞这个血管内壁 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女性的发病的原因 跟男性还有所不同 为什么 就是男性大部分的静脉取张 它是因为一个重力 一直压力 而女性除了压力的因素以外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是女性的 它的磁性激素 它会使得这个静脉壁 就是比较脆弱 容易扩张 就是比较高挑的 皮肤比较白皙的 是往往容易的静脉取张 所以你会观察生活当中 很多皮肤比较白皙的 它比较光滑的 它脸上会有红血湿 身上有红血湿 这就是激素 作用于这个血管 产生的一个结果 高挑的 然后白皙的 那腿出都会不会有影响 长期脏力的情况下 它的静脉压力会增加 长期处于座位的 工作的人群 也有较高的发病率 这个小腿肌肉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它会收手 有节律的收手 那么这个收手 相当于我们一个泵 它在挤压的时候 这个血液就往上流了 如果你长期处于 这种松弛的状态 都是造成静脉 回流不好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预防的措施 就是穿坦力袜 穿上带有压力 压力梯度的 专用的这种坦力袜 来预防这种静脉的 这个回流 坦力袜是很紧的那种 应该会把腿勒得更细一点 好适合你哦 很适合我 我们想想除了这些 就是辅助的器械方面 能够帮到我们以外 有没有一些锻炼的好方法 对我要环节一下 锻炼的方法就是 主要是两种 一种就是自我按摩 从静脉回流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按摩 应该是从底下往上 小腿底下开始 晚上起压 这个自己可以 晚上睡觉的时候 在船上也是可以 做按摩的 就是从脚踝 然后像膝盖这个方向 对对对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我们在办公室也好 用双脚踩那个刹车的动作 双脚踩刹车 就踩刹车动作 那么这个踩的时候 踩的时候 它的小腿的肌肉 是绷紧的 所以它每次踩一次的时候 它这个肌肉收缩 会促进这个静脉血的回流 那我们全场的观众 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做 因为大家也是做了 很长时间 大家如果有节律的去做 它可以把血液 就进来血液往上打 我们特别感谢一下 张主任今天 带来这个新技术 谢谢您